哈喽,大家好,我是谢迪 我今天就准备去看这个石缸平原遗址 丰沙湾这边地势还算是平坦 海拔一千左右 这边还能种点水稻 这边的稻田让我觉得 这些石缸有可能是装穀物的 继续出发 这个石缸平原遗址呢 是在丰沙湾南部 二十多公里的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准备先去三号遗址 二十五公里 我们到丰沙湾这边 那是翻山越岭 这四周都是山 这应该算是个高原上的一个小平原了 但是也没那么平 过游 哎呀 交通不好啊 海拔高的地方呢 舒服是舒服 凉快 它这边我看的都是红土啊 都是红土 更像是丘陵地貌啊 又拐转 这快到了路都不修啊 就这还世界文化遗产呢 这还真的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啊 这是办公室啊 这卖票的吧 在这儿 三万一个人 两个人三万吗 还是一个人三万 因为越南战争期间呢 美军啊也投了大量的这个炸弹 这老窝的一些区域 看一下 不要抬回家 不要拿出头啊 不要在炸弹上面烧烤 不要拿棍子豆炸弹 我们呢 我们现在是在石冈平原三号遗址啊 这个区域还蛮大的 有七个石冈群 大概有个242个石冈 就这种的分布着 这个区域肯定不可能骑摩托车进来了 这边都是农田了嘛 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只有这个 没得想啊 走吧走吧 这个就感觉到了这个 乡下来的踏青来了 我就感觉也不需要买票啊 送钱给他 别的地方都可以进来 对啊 而且景区里头也没有什么路可言的 就是走田里啊 标志也没有一个人都找不清楚 就是往那山上走 可能是我俩就没找对地方 我觉得是 没找对地方 他没有路 你这带的路对不对啊 他只有一条路摸 这就是他的主道 走吧走吧 反正我看地图就在那边 方向是对的 这是种的香菜啊 小葱 它这个确实是防止牛乱穿的 然后用这个木头楼梯 通的 应该就在前边了 好像我看到有一条石头了 看到了看到了 这就是景区入口 自住 自住的 来来来 我们先进 来 你看门还是自动的 自动门 防止牛乱穿是不是 这就是石缸平原上的石缸 全都是这种花缸岩的 早晨的 你看这个石缸 这还有回音呢 这个石缸是倒着的 造型感觉都差不多 蛮深的啊 高度有个一米多高呢 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裂开了 这个要宽一点 感觉装满水啊 可以泡个澡哎 看一下 这边都是 一个镇 石缸镇 说这些石缸啊 距今有个2500年 至3000年的历史 这些石缸啊 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的 储水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吧 毕竟只要下雨 这里肯定能装满水嘛 它的未解之谜啊 不是说是它是干嘛的 是它怎么来的 就是谁没这干倒腾了个 说这个区域啊 有差不多3000个 就3000个 对啊 我们现在只是在 3号遗址这边的一个石缸群 看了一下 就这个区域有3000个 就是不知道谁没事干的时候 在那2500年至3000年前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力气 把这些石缸 这种的大几百公斤 有的还几吨种的东西 挪到这边来摆着耳 你要说让它除水的 或者是干什么的 也说不通啊 是不是 反正我觉得不会是装水的 因为这才能装多少水 也应该不会是装穀物的 没必要用这么麻烦的储存方式 那这是干什么的 墓葬也不像 他们说这附近是没有发现海谷的 不知道2000多年前哪个统治者 这么有想法 沧海桑田呐 说不定以前这里真的是个平原 这2000多年 这个地势搂起来了 是不是 不说看这几千个石缸了 就当来春游了 山上溜达溜达 这边海拔 我再次查一下 确认一下 肯定有个1000左右吧 因为 看一下 海拔1140 这么高海拔地区 这附近反正都是山 因为我从越南河内那边过来 也是要翻很高的山 才能到的 凤沙湾这边 然后我们从万茸那边 也是翻了很高的山过来的嘛 找不到其他石缸了吗 我俩就瞎溜达 它这边没有任何指示牌的 这真的是啊 不知道其他石缸都藏在哪的 有没有一个指示牌 也没有一个路 好了 我们已经是放弃寻找了 就自己脑补一下 在这个这么大一个平原 是吧 分布了2000多个石缸 因为 你不知道怎么走啊 我们随便走一走也没找到啊 它这边的路也不是那么通畅的 不想再走了 反正看过了 有那几十个意思意思够了 这古代人啊 这2000多年前 3000年前 乃至是四五千年前 反正大家都喜欢捣鼓石头 搬来搬去 运来运去 是不是 然后给大家后人留下一些未解之谜 你们想着呗 是不是 这确实是 我反正是没想明白 谁闲得没事干 把一些石头 我不知道从哪个山里开摘出来 然后凿成这个石缸 然后再把它放到这边 这都是力气活啊 这个是生菜吗 还是莴笋 还是油卖菜 别看这里海拔1000多 你看这感觉像江南呐 你看这水田 真的有点像我们老家四川 跟我的老家四川非常像 就当回老家了 我们四川人啊 过年的时候呢 很多人回老家以后 没事干就扛个锄头 去挖这个田梗 对吧 就这样的地方 找什么 找这根 看这边有没有 仔细看一下 有的话 耗上一点 到那个中国餐厅找个人凉拌了 找到了吗 应该有吧 我觉得 走 我们走这个方向 真的跟回老家一个感觉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到这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这个老窝这边 风沙湾的石缸平原的 这个石缸呢 也算是打了卡 来 用了两天 转呢 用了一个多少石 回去呢 今天走一半 明天呢 再回去 老板那样下班呢 哈哈 这妹子都要下班了 也就一个工作人员啊 见到了 但凡是两个人估计也都养不活 一般也没有游客来这边 好了 他也要走了 门都要关了 OK 拜拜 拜拜 他也骑摩托要走了 这个景点呢 就很有意思了 就属于真的 来打个坎 一说这个面积非常大 一说分布两千多个三千个 但是你真的是让你拿腿来走的话呢 真的是 再见 我们还没走呢 这个 售票员就先走了 你还说他不用关门呢 你告诉我这里边有啥呀 他把票也带走了 你但凡在他中午吃饭的这个点来 你都不需要买票 其实人都没有的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视频到这结束啊 希望大家能喜欢环球的新剧录片 点关注点个赞 我们先回去吃个饭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